居然有人说是米线等于吃塑料袋 甚至还有人说是米线里加入了米粉 那么就让我们用试试来说话 一起来看看米线的制作过程 想要制作优质的米线 先从大米开始 这台洗米机一边将大米进行搅拌 一边往里面注入清水 大米表面的一些杂质就会浮出水面 淘洗干净后 工人把大米倒入研磨机中 不一会儿就将大米研磨成白色的米浆 这些白色的米浆比较粗糙 这时工人需要使用千斤饼 将米浆中的水分挤压出来 直到米浆浓缩成块状才可以 然后再使用搅拌机将块状进行打散 这样能让米团细腻又软木 再将其送入挤压机 挤压成一个个圆形长段 接着还需要经过推进蒸香蒸煮 当生米煮成熟米后 就会被挤压成扁平形状 接下来开始制作米线 工人将多余的面饼划掉 将其竖着放进挤压桶 米团就会挤成一根根细长的米线 合格后的米线就会摆放在烘烤架上 再统一推入烘干室 烘干后的米线就可以进行包装了 这款米线细腻Q弹 加入开水后两三分钟就能开枣 如平时没时间做早餐或半夜饿肚子 用这款米线来冲击饱度 是个不错的选择 有香辣牛肉和香菇鸡汤两种口味 更有多种规格工人挑选 有想尝尝的朋友推荐您去看看